好,弟兄姐妹平安 那今天是4月27号礼拜一 那今天我们换一个祷告的方式啊 我们来试试户外的prayer walk 那么啊,祷告不一定是闭上眼睛的吧 你在外面hiking的时候 也可以一边hiking 一边跟天父说说话的 那今天呢 我们会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经济的前景来祷告的 在疫情当中 或许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担心说 哎呀,我的工作前景怎么办呢 啊,这时候呢 要让我们提醒一下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特别教导我们 一个宝贵的应许 他说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必定会供应我们 让我们一无所缺的 所以这时候也是我们来 精力来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好吗 所以我们来天上的福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把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也首先献上感恩 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 看到你亲自保守了会典的弟兄姐妹 到目前为止 我们至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家庭 因为这个疫情而会被lay off的 因为你保守了我们 我们献上感恩 救主你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真的对你的应许 能够有信心 知道你应许说 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 你就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 因此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保守我们在这段疫情当中 我们依然因为信了过你的缘故 我们依然可以经历到你丰富的恩典 保守我们丰丰富富一无所缺的 能够走过这个难关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会典人今天你的信心足够吗 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犯癫痫的人 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 那耶稣就回答门徒 在二十节里面说到 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耶稣提醒门徒 只要你有信心 你什么都可以做 信心在主耶稣那里 那我就想到 我们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 一定有一些困难的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像山一样 没有办法挪去 我们觉得不可能克服的困难 但是耶稣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有信心 困难一定可以挪去 在我做妈妈的过程当中 我以前是个固执的人 那我也嫁给了一个固执的先生 那生出来的孩子呢 当然也是非常的固执 固执到什么地步呢 他会用哭来表现他的不满意 他的不喜欢 来争取他要的东西 曾经他在四岁的时候 他有一次哭 哭到一个地步 连我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我沮丧到了一个地步 我都哭了 但那个时候 我没有放弃的一件事 就是我没有停止为我的孩子祷告 一直到今天 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他 我相信神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 做出不一样的事 比我做得更好 因为神也是一样 在我的生命当中 为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改变 那还有一个就是 在我孩子七岁的时候呢 我也是坚持 他一定要每一天读神的话 所以他从七岁开始 他就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 一天读一章 到他十岁的时候呢 他已经读到了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把圣经从头到尾念完一遍 我在我的孩子身上 从他七岁到现在他十一岁 看到一个改变 一个改变是 他开始懂得听从父母的话 我感谢神 他回应了我的信心 我的坚持 我看到了他结出好的果子 在我的孩子身上 慧典人 希望你今天的信心足够 可以挪去生命当中 一切的困难